說真的, 做在職媽媽很辛苦 有時候, 但你要轉換我的心態 有沒有試過一刻真的忍不住 爆出來 崩潰 其實我每天睜開眼睛 第一件事我就想 不如今天請姐姐吧 但我想我的狗見是… 我想家裡是我們三個人 是 看了這麼多年 我的小朋友很像我們兩個 我們經常覺得是一家三口的感覺 有否試過一些是你小朋友生病 而你又上班 看得郵輪碼頭 那間餐廳, 四年前在那裡拍攝 我老公突然打電話給我 沒甚麼, 我現在跟他去一輪醫院 他就問我甚麼事 我沒有跟他玩 他說我的手有點痛 我一定不止這麼簡單 因為醫院… 說得有多輕巧 可以多輕巧 對 會否跟導演說聲 這麼大事 最終是鼓勵 還說不好意思, 可否先拍攝我的 因為我家裡有些事 然後拍完, 馬上衝到醫院 其實是甚麼事 我沒有聽到他玩 拉著他的手, 脫了膠 醫生就說 對, 脫了膠很小事, 等等 他… 沒事的了 就是這樣了 這件事我記在心裡 然後隔了兩年 又在啟德, 又來碼頭開工 我記得好像是跟偉哥開工 上次我在這裡拍攝的時候 接著收到電話, 我就去醫院 我看見這裡很深刻 怎料又有電話響 對 沒有, 我現在跟他去醫院 沒甚麼事 我又收到我的電話 我看見這裡很邪惡 然後拍攝後, 又衝到醫院 我問甚麼事 我說他有點燒 然後我看一看, 也挺滾 也不是有燒 真的要吃退燒藥 但不用住 但那幾天我無法照顧他 我又繼續上班 他又無法上學 然後經常打電話 你有想過為了兒子不工作嗎 不行… 如果我不工作 我想我的情緒會不會太好 我是一個工作時 很有自我價值 很快樂的人 我回到我們吃飯時 會說, 讓我先說今天的事 他說, 到你了 你又說今天的事給我聽 大家一起把自己外面的生活 帶回家裡分享一件很快樂的事 大家都會開拓眼界 最近那部劇拍攝得辛苦 其實他從來不扭動 因為從小到大, 我跟他玩過遊戲 我出門了 然後他… 我說, 我很捨不得你 我起碼用10分鐘 跟他玩一個捨不得的遊戲 然後我關門 我又回來了, 我真的捨不得你 然後我關門 我玩這個遊戲, 玩到他會覺得 你走… 他不會捨不得我 是我不捨不得他 所以我每次出門, 他都會好好地 再見, 他知道今晚會見 直到上一個劇比較忙 可能已經有十多二十天 沒有接過他放學 然後一落校車 他說, 你今天不用上班 他跟我說 他好像開始習慣了, 你去上班 他說, 原來你放手, 他就大了 是 很有趣 這個也是賴慧玲 跟很多香港時下的女性 很多媽媽都在面對同一個問題 你最後決定不會請姐姐 我今早起床有想過請 現在又覺得… 請住了 你可能請了姐姐 回家做事 可能不用那麼辛苦 這裡不是可以站, 不會有電話收到 沒事… 因為這裡收不到電話 很害怕 因為這裡收不到電話 什麼事 ä駆咀, 我也困! 我們很好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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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蝦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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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